为了记录海洋客家的族群要貌 同时保存重要独特的文化内涵 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 精心制作纪录片海传人济世 并在桃园永安海洛文化体验园区举办放映会 让全台民众进一步认识海洋客家的生动面貌 客委会副主委周江杰与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 董事长陈邦整 共同出席客家千古纪录片放映会 这部由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 精心制作的纪录片海传人济世 记录了桃园新屋区 唯一靠海依海而生的客家聚落 希望让海洋客家意向能重新受到外界关注 过去大家理解认为说客家人生活在三期 其实不是 台湾有好多地方客家人生活在海边 特别是新屋地区 他的过去的海边海洋生活的经验很丰富 这次纪录片的目的就是说 希望在软理方面能够让海洋生活 他们的实质的内容把它记录下来 陈邦整表示他们已经致力于保存客家文化 也希望透过这部纪录片将历史现况 重现在世人眼前 进一步梳理海洋客家的文化内涵 我们在影片拍到的他们的骨鱼的方式 以及甚至里面的主研的方式 现在都没有 这种产业都已经是消失的产业 透过纪录片 把他们的人生最重要的经验 能够把它记录下来 等于是跟他的时间在跑 也跟这个年龄在跑 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把他们的 这个非常珍贵的 传了好几代的那种经验能够记录下来 我想海纯人济世 故地是在这里 在放映会上主办方也表示 会将海纯人济世纪录片上传到网路 让民众亲自感受 海洋客家独特的风貌和魅力 记者组合报导